Panser 4 那為什麼今天會這樣說呢? 動物無雙今天當然是說你的少女預展車的劇場版 大家好 我是何馬仔 大家好 我是鏡花 我看了一次的劇場版 我也是看了一次而已 給了208個大樣子 我們今天請了三位嘉賓 先請隔壁台的留言 隔壁台的位置要先推一下 我們請了一位 真的去看了差次這麼多 大家好 我是容財 你看了多少次?是不是七次? 七次 應該看了 已經是看了多過一次 當然我們今天要請了這位軍武專家來 軍武專家帶了一個朋友來 是 Hello Kulu 看了三次這麼多 三次都408 普通的觀眾 非常普通的觀眾 是 非常普通的觀眾是看了三次的 我們要看隔壁台 我們上次訪問Otomella Kulu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介紹了友台 友台的主持 你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三橋 我真是最弱皮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請我來 我就很弱皮 我只是做了異賊 我是醉賊的 你不可以這樣說的 雖然我是不請自來的 就是看一次的Dudy版 看Dudy版不要緊的 408 我們要跟大家說 大家都知道Panzer 4是什麼 我們當然要講一下這個少女越戰車的主持人版 這是一個問題 Panzer 4是什麼 德文 Panzer 4 means Panzer 4 我找過的 我今早上去這個偉大的谷歌 我們找過什麼叫Panzer 4 其實是叫做Tance Forward的 就是前進版 戰車 戰車前進 當然啦 我想大家的動畫迷都不叫我們 講解一下這個少女越戰車的 13年的時候 不是13年還是14年的時候的動畫版 大家都不太想跟我們說 可以概括一下 因為我怕有些人不明白 就是1213年的 一套水倒路原創的動畫 以軍武為特色的 但是融入了這個校園的 輕鬆生活的一套動畫 一次過滿足了當年 很流行的那些少女日常 但又有戰車的原創作中 雖然我現在很記得 大家都很想念他現在是迷家 不是屎羅伯格 你是屎羅伯格 今天不應該講這一套 是對的 當年雖然經歷了很多 為什麼說屎羅伯格 就是有很多種集編 主要是一套特色之一 那套最記得是12集的時候 開了很久才拍完 開了半年差不多 因為中間做了兩個總集編 通常都是做不切的情況 因為他在做惡夢 被困在監牢 所以迫於無奈 你又過了那個檔期 就迫於退後再播 雖然製作過程 都算是有很多艱辛和困難 但是很受歡迎 甚至買得很好 所以之後沒多久 都推到劇場版 不過我也想問一問 講劇場版之前 先問三位嘉賓 先問楊才 少女與戰車的吸引性是在於什麼 對於一個軍務專家來說 軍務專家不敢當 吸引的地方 首先他的戰車戰是比較認真 你跟其他以軍務和嘉賓少女 這類題材的動畫比較 例如南梁或最近的 就像是高校的身體戰船 高校的身體戰船就算了 對啦 又比較認真 還有帶著他有一種巨人殺手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吸引一點的地方 少女與戰車這套東西 就一個contrast的對比很重 因為戰車是一個軍武 超級好裝的 流氓很能力高 少女可能是柔軟的 clones性命 雖然動畫的少女 使用 lista視別 ã Mad F collectively 主角的だけ 這兩個元素 混合出來的矛盾 把那些 promise 也要去你的效果 既有輕鬆 寫了拿道戰爭 緊張的感覺 演出的 反而連續有其他 Locker 很壞的 我覺得是因為有很多女人 其實她真的鋪排得很好 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女人 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特色 你總有個中的 我覺得這個厲害的地方 就算有這麼多女人也好 好 可能你的名字不一定都記得 但是不同國家和不同的特質 你可以記得每個人是怎樣 甚至連大西裏面有很多人 但是那些隊伍的人你會記得 你會記得那個隊伍吧 所以這個不是說和高校的畢業分別嗎 你又是否被人砍 老實實 如果你的高校畢業分別 其實都可以的 高校畢業分別也是一個圖一特質 就是女主角的男隊 程鋒的男隊其實也有很多人 有些人在小組裡面都是特色的 10次才應該要 但是你是不記得的 只有男長和副男長沒有 多一兩個最多 那個感覺不夠強 或者突出的地方不夠深入 看完之後沒有印象 如果我看動畫的重要是 你看完之後有印象 你會記得他裡面的東西 事實上我覺得他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於他不需要給很多的對白 或者很多的氣氛 那個角色 但是他印象很鮮明 就是你記得他的特質 那你就記得那個人 其實就是 什麼國家 對 什麼國家也是 這個都可以倒閉 雖然是一些Stereotyping的東西 很像那些國家本身 尤其是喝紅塵 對 說俄文的那些 特別明顯 但是那些這樣的喜劃效果是挺好的 所以我覺得 大概說一下 就是戰車道 講戰車道 當然是講大世紀女主角 其實他帶領了 本來也廢了這個戰車道的學院 最後就為了避免廢校 又贏了這個戰車道的冠軍 打敗了很多隊 其實就是一個全國的高中大戰 沒有記錯是六十三屆的 我記錯就是 然後就跟著 為什麼入到劇場版呢 就說不廢校 通常這些不廢校的就應該結束了 那為什麼有劇場版 當然是有人反口覆舌 又說又要廢校 那又要廢校才有戲做 沒有戲做 那你哪有4DX看呢 大家是不是 哈哈哈哈 你說得好像粒拉那樣 不是啦 你這套不同的在於 在這裡是 你這場這麼多場 這個戰車的戰役 就好像打RPG Crash一樣 你找到很多同伴 這次就是這個終極 Final Boss Battle 所有同伴都要出來一起 群星大合作去作戰 那才有戲做 為什麼會被人好看呢 所以你見到劇場版 其實是融合了 這麼多人所說的優點 或者多角色 每個角色有特質 有這個少女 就是少女和戰車的震撼場面 甚至是一個剛才說的 巨人殺手的東西也是 其實好像一個劣勢的環境之下 怎麼反敗衛星 其實也有說回這件事 要說這件事之前 我也會請三位嘉賓再說 不過說一說 當然這套劇場版 有些人說 在香港是5月12日開的 但是有些人說 在外地 在日本是否差不多時候 當然不是 不過如果我沒有聽錯 有人說 其實原本這套動畫 在外地 雖然你看上去 大家都是說4日 4日 其實在外地 早在去年已經放送了 其實是11月21日 當時是119分鐘 好像4D是後少少才有 在日本那邊 即是開拍後 少少時間才有4D 然後現在當然賣得很厲害 現在 我根據當時 他自己的Blog賣 即是6月6的Blog賣 但是說在入場人數 就已經達到120多萬 而收入已經算了 BDVD那些 2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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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入場人數 129萬 6776 那香港呢 大家都知道入場情況是怎樣 我也想問一下 即是幾回事 我知道 阿榮才卿就看了 應該第一回合 那些人進去看 是搶飛情況是怎樣的 沒有記錯 他應該是9點半左右 開放那個網上賣票的 但他呢 就 早了幾分鐘開 那呢 那就導致基本上 全世界人都走上去按 我進去按的時候 應該是26分 沒有記錯的話 那就應該沒有了一半 即是1分鐘內已經沒有了一半 是1分鐘內已經沒有了一半 最後結果就是5分鐘之內是全滅的 我剛才忘記了他有賣票 但那時候為什麼說開得這麼厲害 是因為公佈40X那時候 好像公佈了兩場 是嗎 沒錯 一天一場 而且是收工時間有6點多 不是不是 飛林送的 對 這個是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就很難得地 看到看電影也要撲飛 出現了這個情況 不是 全部是紅色 你知道 送飛林 其實日本那邊有的 但是 你香港來講 其實有動畫都有做過 但是相來講少了 而且在4DX 其實當時沒有記錯 是218元 是嗎 是的 計算了 收入費 當然 居然 爆了 連我們有好的網台 和blog 港產片 也有說過 很驚奇 少女與戰車 居然是可以爆了 而其實整體上 除了我們的動漫迷之外 其實有時候未必外面 那麼多人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全部都是紅色 沒有了 是很奇怪的 當時Guru 你撲飛又怎樣 我撲 加場那場 是撲星期六那場 應該是12點來的 我就問我自己找 我叫女朋友撲 我寫字首歌之後 有些事情在搞 然後我突然看到他WhatsApp 我說12點了 但未有 招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說 蛤 我最後跟他看 然後到我回到位置 他已經搞好了 當時看到他說有 已經是12點5分才開 這個系統 突然加場那些是遲 不可靠的 電腦是不可靠的 真的電腦是不可靠的 當然 我撲飛 撲得那麼厲害 5月12日 其實當時 我們平均來計 很多時候動畫上場 其實兩個星期 都是一個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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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時謎的 想不到 5月12日 買到現在 你想想 想不到 現在大家都知道 Cinema City有票 Cinema City賣了 一直都是4DX 只有他 我覺得2D版 就不是 好像另外一邊都有 之前很久 是不是 好像是九龍灣 德福那邊 但是4DX 大家這麼追著 是一定有原因 近期我起初以為 沒得看了 沒得看了 就結束了 整個月之後 5月12日開 開到6月11 12日又復活 三橋 也有 有很多 很多粉絲 還有這一套是越看 反而越看的人 我意思是說 不單止是說 有些好像七冊那些 不單止是說 那些 那些 硬碰的 如果你看過一次 這一套劇場版 其實你也會有興趣 看看 如果是4DX 這樣看的話 會是怎樣 看那次會想看 我想這個原因是 因為動漫沒看過4DX的感覺 因為4DX是你親身看過 你家裡感受不到的東西 所以你看完之後 你會發現 很棒 你說不到 你唯一的動作就是 帶著你的一刊看 二刊 全靠 全靠 第二個粉絲之後 再刷第三刊 就是帶著你的朋友的粉絲看 不過說真的也是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聽 其實日本的動畫 這些動畫是有4DX的 所以其實這次 日本的票房 為什麼賣得那麼厲害 雖然是票房 是收入那隻 我相信跟4DX有些關係 因為其實 如果比遠線 比規模一定不夠 Love Line 不夠小圓 當年上得也有很多 不夠他們那麼多的場數 照理戰車應該賣不到那麼多錢 但是應該是4DX那裡有些幫寶 令到他可以輕行收入 最有這麼高的 我知道每次看到 入場的人 如果大家七刊八刊 應該是每次看到的人一樣 但我每次都留意 有些不同的年齡層 不同的窄窄 這些人都不同 我身邊的朋友都不同 我第一次看三刊 第一刊 就是多年輕人 多年輕人 可能星期六 網上賣就很快 我買了這隻機 只剩下兩邊 已經排到G 最近中間 接著去到第二刊 側面就開始疏落 中間都是膚色 到我三刊 我三刊 在說是平日的夜晚 10時4才開場 那時是中間的後面 一直排到沒有 但兩邊都沒有 但兩邊都還疏落落的人 直到上星期二 只有星期二 即是整個月都開始 三至四個星期 還有這麼多人看 所以大家真的覺得 大家真的不存在 剛才說到日本 4G之外 其實日本就有一個爆音版 爆音版的意思 即是它把爆炸的聲音推得很厲害 那邊影院才有的 變成日本除了拆普遍2D 4G之外 還有一些是專門拆爆音版 也挺堅密的 而且近期又將TV 和OE都會放在戲院播爆音版 所以你爆音版 始終這些在家裡看不到的東西 就算你買一隻杯回去 你也感受不到這個感受 你家裡不能爆音的 是的 你的享受是在劇場版才有的 或者你拿著我 嘻嘻嘻嘻嘻 臀嘻嘻嘻 臀嘻嘻嘻 扮4G之外 我不是有人說過的 有人發了一幅圖給我看的 說如果英國那位 拿著紅茶要怎樣去感受4G之外 在家裡要有這個 坐著沙發 然後後面有一個人要幫忙搖 然後上前面有一個人要拿去噴壺 然後就噴水出來 氣又可以找人吹 當然 抱這些東西就較為困難一些 所以要找第五個人去吹氣球 所以這件事就可以了 不過你別說香港和日本厲害 香港令人意外 原來我看港產片的blog 是說到怎樣 還未上演之前 已經有人打電話去 這個演員 問售票場情如何了 已經去到 在香港看電影沒有人期待到這樣的 你要想像一下第一套動畫的電影 是有人預訂場 包了一個場來看 啊 封閒 聽過一下 聽過一下這個預訂場 知道是如何 那時候就有人留我去預訂場看的 但我的時間不對了 那時候他第一天上的4點鐘 第一場的4DX之前 就包了4DX的院來看的 有多少人看的 你知道嗎 我好像聽過是滿了 我約只有一個人去包 整個樓盤 然後說自己都看了 即是他去找發行商去包場 特意跟戲院聯絡 發行商在那邊聯絡 還有沒有那些菲林那些東西 對 打他找他問 這個有點厲害 因為之前聽過包場 我本身那一場是有場的 然後走進去包那些 不是啊 他是特意的 這個是特意的 是跟他說我跟他想買一個 就是買一個 就是一家都一場是專貨我們 是啊 這個也挺厲害的 這一個是包4DX的 哇 真的 包4DX的成本是不便宜的 不要以為是跟平時包場的兩回事 我們就今晚4DX都不是便宜的 所以其實都是算算 那個座位數成為非錢 其實錢是一樣的 大家看一個院嘛 就是你的院裡面有多少座位才可以嗎 因為包場你全部捨了嘛 所以最好是在Facebook上 不斷招攬一些 和意識一起進去 包製意識 未看過的看過的 二冊三冊零冊的 總之就隨我實換這個座位 在日本動畫來說 其實非常之少見這件事 是不停復活的 你不要計算 當你夢知以前說什麼大電影 那些的另計 但是你不要說 連台灣也厲害 你想想台灣現在賣到現在 6月16日都有票 我正要賣什麼票 5點10點2的地方 那就是威秀影城 大家都知道 如果全台灣人喜歡去台北看電影 或者喜歡看台北看動畫 我記得當時 是有人特地飛去台北 為了看 而非威秀影城到大電影 我記得 其實如果是說台灣 很厲害 是不在話下的事情 因為台灣一向 一個華語的動畫 市場應該是很厲害的 其實日本重視台灣 反而剛才那個意思 我覺得很好 為什麼好 因為在於你可以 跟發唐商說 我覺得那個發唐商 跟日本說 喂 其實香港是有市場的 這麼多人去買你那個 那套電影 其實是很多支持者 你是不是可以入多點來呢 但坦白說 其實真的是無份而已 真的是 是你的粉絲就會看 但如果不是你的粉絲 其實真的 未必可以說 可以加到很多場 但是我覺得可以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 就算一套不是很大眾向的動畫 但原來都可以靠粉絲 撐到一個不小的市場出來 有的 是的 都是一個強心針 要拿來拿回上幾集講的BL 派派 不過我也想問一下 就算 你說之前對比 Love Life的銷售情況來看 或者是什麼 大家覺得那個反應上 其實這次 《小女遠戰車》 是不是有意料之外呢 《小女遠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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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更快樂 我是撲不到飛 不好意思 笑一轉 我覺得是因為 真的有4DX這件事 才會吸引到那麼多 特別是香港的人去看 4DX加戰車 即是坦克 這件事 在香港沒有多少人會試過 例如你說 台灣那邊這樣說 可能有些人復兵 也可能開過坦克 香港人會嘗試一些 比較新鳴一點的東西 始終這件事 你真的沒有辦法 在家裡形容 你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始終 又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買機票票 看就看 所以 你真的有難得 發行 肯拿一套4DX在香港上 雖然有些貴 但其實也不太貴 便宜了幾票 十倍便宜了 我覺得 你有一個 尤其是 尤其是 一些元素 對 海洋公園 有些什麼超動感應 你也不會做到 這個效果 叫你回到你個人的區 哈哈 哈哈 你們先看看哪個人 哈哈 好吧 好吧 我可以的 但除了這件事 除了那些效果之外 或者比海洋公園的超動感應 更加厲害的效果 燈光之外 我覺得他本身 其實情緒上 這套東西都要寫得好 做得緊袖 是真的 才能吸引到 那些人 去做那麼多賊 我覺得 才能做到我的成績 那麼好 那麼超乎理想 是啊 如果你的故事沒有什麼看 那些人覺得無無聊聊 就不會去給二百多元 就是這麼多 是的 不會 香港 尤其是 香港的影迷 其實好像說 4D時 二百多元這個門檻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 對於很多人來說 而且始終呢 在香港的世界 是有現實的 應該是下載的 對不對 但4D是下載不到的 你在家裏做不到 其實以發行的日數來說 是不太好看的 因為其實 不知道發香港 你香港上了話 沒有拿來 老實說 已經出碟了 其實入門已經有碟了 你想看下載 其實絕對可以看下載 已經有下載了 是的 這就是要靠粉絲的支持 即是 你那部電影是否實正 實正 無論如何都一定有人來看 所以有時候就不要難回答 當然 說了這麼久 當然要說一部電影 先說 先說 為什麼要看4D時 我們先說4D時有些什麼 水 有些氣泡 有風 有空 即是阿三喬所說 有震 有些動一下動一下 當然有些其他東西 可能我們都沒想到 也有些恥感受一下 大家可能要 其實大家聽4D時的效果 有沒有什麼特別呢 先問Guru 最特別是 橙拉青 發砰在耳邊吹出來 就是 一下一下 跟Lex 但很恐怖 一直捅上耳朵 對 但是嚇了 我看到封鞋在上面吹过来 谁知道在耳边吹过来 这么坚弱 其实那一刻有点打烂 那一刻就会吓到你 最吸引的地方是你眼黑开炮的时候 后助力会跟着踩一下 这个比较非常贴近现实 而且没什么机会可以试试这些东西 第一场战争是打了半个小时 硬了半个小时 当时还没吃饭 我记得我五月尾才有飞体 你竟然进入战场之前不填饱者的套战 会违汉的 不要这样 我发现尤其是工作一族 然后很晚的地方 刚刚趕过去买点东西吃 哇 糟糕了 一嬷那些东西喝那些 都是好像不太对路 因为我自己坐在角落头边皮的位置 可以放在地上少少一段时间 好想那些主要东西都放在地上 否则也挺有名的 第二件事 我是很喜欢他那里 真的好像荣才所说 他坐后坐在那一刻 突然有一阵风 发炮 飞出来 在耳朵飞出来 那是很现实的 那阵风是很尖的 因为我本身没看过动画式的4GX 普通4GX就算了 你一直看的时候 觉得很现实 感觉很棒 你一直看 接着你又配合画面 画面可能是车里面 车外面 或者转眼镜等等 你一直看 觉得完全感觉到 哇 打眼仗 真的很害怕 然后就想 会不会有个字吹出来 那一刻呢 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 我第一次看就是4GX 我完全不知道 之后是剧情的 我是没得猜的 你是猜不到下幕是什么的 那你就会觉得 哇 没出来没出来 很害怕 那一个感觉 就是很深刻的那一刻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的话 应该是会有那个感觉 就是你真的好像 奔紧了的人 在椅子上想 哦 待会那个战场 会有什么东西 是因为你猜不到你下幕 你看到他们就说 你已经看得到的 那一刻就会开炮了 最害怕的是 除了人家 尼远见到塔加尺 发炮那一下 这几下吹风之后 最害怕的是 你不知道下幕 看见了卡尔寇的炮弹 大大过六七八个人的炮弹 这样飞在画面上 你又不知道它有什么效果 你是不知道它会有什么效果 那一刻才令你 自身现场很害怕很害怕的 所以你这些事情 你没有办法告诉别人 你这些人狗做的 就是捉人家 你看这些真是你不觉得 我觉得最精彩的4DX的感觉是 中间被人集中炮火 连续被人打 不断打不穿 那些炮弹不断 那些炮弹不断 被车车被人打坐来坐去 那时候 那些座椅被人打坐去 那些座椅被人打坐去 那些座椅拿着一杯汽水 都不知道喝不喝不喝 所以要改一张座椅 那座椅和他们的设计 是四张为一设计 你看到它是四张四张 那座椅子 那座椅子加密 有一个按键 一按下去会停的 我常常都很紧张 不要再按按键 一齐攬炒 那座椅子真的很害怕 那座椅子是自己按了 那座椅子 但是你说那座椅子 有时4DX看上去很害怕 有时很害怕 因为有时曾经试过 有些人说看完4DX 为什么他的动作回来之后 跟着他的动作才来 这次我发现 他这次没有太多 他有timelac的情况出现 他说不如我爆完蛋 然后他才动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次就真的 刚刚很fit 还有说真的 头一段大家都知道 是个友谊赛 两队和两队自己 合上自己打一场友谊赛 其实说真的 不算稀场 我说真的 我数过35分钟 有接近35分钟的整场 由一开幕就打到尾 我计算过这一部动作 两个小时 其实几乎是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是打的 有他头半个小时 他头半个小时 有过半小时 然后半个小时 又间场摄场 对啦 废下很多东西 说回蜿洋去大学选手 大学那段又打了一整个小时 大半个小时 差不多一整个小时 最后五分钟 九个小时 我突然猜到我看了标 他真的安排得很好 所以4DS一定是直回票狗 如果还能打到尾 可以独特看 200多元 义为短义 我们还是小说 误会不会穿招 说到中间 大家都知道 大家会解释 为什么会对着大学选手 坦白说 我也要讲一下 4DX的情况 我虽然说不是广场 没有4DX好看 但是一些风吹出来 飘出来的感觉 其实他吹出来 做到一个效果是非常之好 有些风吹 或者怎么去搬带那些战车过来 当然你不要理会你的故事有些彭博 整个故事虽然真的两个小时很急 但我觉得至少是勉强 如果一个是不要记得三年前的剧情也好 或者真的没有入场看过的 其实看下去 你会大概分得出每个派系 每个支部 他们一群人里面有什么特性 都看得出的 不会去到困难 你们觉不觉得一群人 起码认人方面 我入场之前虽然我真的看了一次TV版 但有时候入场方面 看完之后你会认得那些人 就未必认得的 有这么多个 有这么多队 你最认得认得队妹 自己认得特性 或者每个国家很鲜明的特性 认得德国 芬兰 我认得这些 认得英国红柴 反而不会认得几个名字 你看到几次 二三冊就开始认得几个名字 我自己作为粉丝 我当然记得那些人的名字 但是剧场版新加 学校的新角色 特色都挺鲜明的 例如彈琴那位 学校里面再加一些新人物 例如讲俄文那位 那些都形象都非常鲜明 我都不会说 去到园场 你这位是哪位 不会发生这些事 不过我想问 芬兰那位是不是新加 芬兰那位我好像没什么印象 没错 是剧场版新角色 还有一个叫继续学校 继续高中就是新加 很自然地融入了新剧情 我都华琪姐看漏了 因为始终你不加新元素 对于观众来说 就可能又未必敢吸引 你加了新元素 再加上今次代替大学 你加了几样东西 之后一来看 你就觉得两样东西 都变成了 你加了新东西 就觉得感觉上 cost over就好看了 其实刚刚 韩马一开始说到 就是剧情那一样东西 其实是秉承了 他们一开始 电视版的创作精神 我经常都觉得 如果要归纳很简单 去说一句 就是他知道自己 做什么的人就会喜欢 他为什么要做什么的人就会喜欢 就是 少女卖文的 有趣的对话 学完小小的生活 做过几段就够了 之后就是 不要理会这么多原因 打吧 打就是了 其实中间这一套动画 和剧情版都是 永远都在展开 都是很快 很急的 细节是没什么细节的 可能是三分钟 说要肺效 没事了 要打了 三分钟后 就真的要打了 他这些东西 一向都很喜欢这样 这样的剧情 但是他真的做足了 他那些考证功夫 等等的东西 对一个战车厨 其实你都会看上去是 满意的 所以其实他那个地方 在于他用的功夫 是用于一个 土理欢心的功夫 就是他告诉你 例如刚刚说考证的 军武的 到一些卖文的 就是他把所有时间都放在那里 其他那些他觉得 我不要那么重要 那我就不描写 就是不需要写很久 他们怎么搬去学校 他们怎么不开心 不需要说太久 或者说一点就够了 那他就不说太多了 这些是日本动画 经常发的毛病 就是中间那里 说到长尼 很沉 但是这次就真的明白很多 而且你真的知道 他的原因 以及如何去解决问题 当然 有些之前 其实第一段 他的Exhibition Match 其实有些少少 我们不太知道 例如 我刚刚学完那个 我也不太记得 原来是黑心风 第一队 在那时候中学队 第一次打败那一队 我也不记得 你讲回我都不记得 尤其都是找回资料才知道 不过 说教学生 再看一些战车 我们再找一下 国武专家 再来 有没有哪些位 是你觉得 满意或者不满意的地方 关于战车 关于战车 满意的话 就是大学队 出了一些比较 以战末期的战车 例如潘兴 百夫掌 一般人会比较认识 多些的战车 不是说平时的T34 拿着三式中战车 那些什么东西 大家看上去 哇 日本东西 很不懂的 比较多人熟悉的战车 出现会比较开心 我可以这么说 另外 不满意的地方 都可以说 当然你说 剧情这些东西 不可以拼搏 但是有时候 有些主炮的川芯道 那些各项 各项都其实有些 真的硬来的 可不可以说一说 说少少来的川芯道 可能我们有些 有些同众未必会知道 简单来说 每一支炮的口径 长度 都会影响你炮弹的穿透力 很简单来说 直播单的坦克 一看一支日本东西 炮又不长又不粗 弹的鬼东西 所以说一句 但你又不要说他 他在剧场版又打了 几个潘兴的 这件事是非常神奇的 我好奇的某一问题 其实是否电视版本身 都有这个问题 还是剧场版多了这个问题 其实来说剧场版 会比较多了这个问题 因为有直播单这件事 他升级了车的关系 所以令到这件事 好像不太密切 对对对对对对 尤其他们的主角车 都要用主角车 对对对 主角车都比较正常一点 还有大汉不是多了 卡尔炮的 看机器不配性 说火狗 就是屈肌 你会想到有这么多东西 完全屈肌 其实正常的战场来说 会有这样的事情 例如你玩网络游戏 World of Mare 这样就会看到的 例如持久炮 这些东西都会很正常的 但今次剧场版说过 为什么你会拿一部 没有盖的东西进来 特意是不是为了打这一场 才批这个没有盖的东西进来 当然他又说 糟了 作故事 不要紧要 所以有些这么屈肌的事情 都要用超级下的方法解决 那个跳台 我相信没有一个 可能是成… 我觉得他这些策略 这下已经是热血了 纯粹已经是 策略这些 就是此巧 你说在一个很thens的环境 在一个很紧张的环境 他能够有这样的事 搞笑 假扮这些策略 你以为会心微笑 这些是他成功之处 我也挺喜欢跳台的 对对 也还在那里 看完一会 哗 那也能够 只是这样 我觉得好东西 其实也挺过忍的 它起初想到 我只是想到几十架 去想 чтобы 有些方法 只会 围相信他 为抽这架自走炮 很多人都这样想,但没想过这一招 其实这一招,如果大家记得TV版 其实在第十二集,第十一集 其实对着大车,对着黑心丰最后的大车 大家都知道我不懂这一招 所以又是有这种铲上去打的情况 我一想想,但又会有不同的演绎方法 又真是很过瘾,当然事实是没有可能,还是很过瘾 对啊,例如你会有见过那些车飘移性比较多 在剧场版上,没理由看头纹热一点 脱尾怎么脱得这么厉害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实上来说 坦克的领导应该会先断断 这样讲电视版,最后那一幕打赢黑心丰 就真的有断领导,反而会正常一点 会断领导,不重要 这次在剧场版上,你看到那三个大鹅的三副官 简称黑色三连星 你看到他从头飞到尾,领导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自走炮呢? 其实整个电影的转捏点,其中一点就是这个自走炮 其实你有对自走炮怎么看? 自走炮,其实我作为一个玩家 基本上对这件事没有太特别的惊喜 当然你玩游戏后一会看到 只是没有想过他拿那支口径这么大的电影 但Fordisk一响出来就真的很棒 所以如果真的看爆音版,应该真的很厉害 在Fordisk那里这么夸张 说完军武这部分 我只想说,除了这个 其实这个剧场版,我很喜欢它的战略运用 因为它的战略运用,当然 你说其实很看南村桥 在游乐园那里 大家都知道有什么东西掉下来 或者有什么突然用什么方法去解围 就算被围之下,如何突围而出呢? 这个想法,我觉得很起初莫外 当然,事实上是否应该可以做到这样 或者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 第二件事,我很喜欢巷战的部分 如何去做一些隐藏 如何去做一些突击 去突杂 虽然来说,事实上应该没什么可能 不过,你看到战斗的画面出来的感觉 以及它的用心,我觉得很不错 我喜欢鸭仔的位置 鸭仔? 是的,鸭仔? 我喜欢鸭仔鸭仔鸭仔 我都很喜欢 你会一直在看,会笑 你不会这样想到 会这样将它繁殖了 还有一个有幽默感 就是因为那两个角色 明明一直都在说冲啊冲锋啊 但是去玩这个隐蔽战 而且这个也很好的 因为刚刚说汉战 一向都是 动画由始至终 都是讲大洗的战术仔 喜欢玩这件事 其实他们最擅长 就是做这些捉迷藏式的小动作 很多东西用技巧去赢你 尤其这么说 尤其说他们聪明 只不过他们做不到 像黑心风那只剪压式的战术车 有限资源下去做的事情 有限资源下的游击战 没错 你说的汉战 我觉得是汉战的更新 因为他最后不是去了游乐园 我觉得他很充分地利用到游乐园 不同的设施 例如海盗船 过山车 原来这些东西你可以这样用的 逆向思维 很充分地用了设施 将设施的场景融入到你 不单只是在平时前 因为一开始 巷战友宜赛 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完全是因地制宜地做出一个策略 这个游乐园里面 就是过山车那幕很漂亮 这个迷宫那幕有些考试 我觉得挺好的 不是在场上的想法 而是隔场冲过那个位置射你也可以 那个位置挺好的 我喜欢摩天灵解围那段 摩天灵解围那段 摩天灵解围那段 但那个是不可能这么动的 那不可以考古 不可以考古了 看好看就行了 看好看 很棒 不过我想说 有一样我觉得 劇场版终于做得好 就是 因为他很喜欢 这套动画 有看的 混镜也很喜欢 就是用 战车第一身试点 去混镜的画面 是啊 这样一个试点去看的 尤其是尾段 是的 我一直都觉得 电视版的镜头是有点无谓的 但去到剧场版 最后的一战 是挺漂亮的 真的 这个是浅的问题 也是浅的问题 时间一身的感视点 是非常之好 尤其是在最后那几段 是的 姐妹对奥尼斯那段 挺好看的 他是很明白 用你自己拿着车 那一刻去冲 你那种飘移感 是很厉害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也想说回 刚才的《过山车》 《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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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过山车》 真的《过山车》 也是做得很好 而且心里是做得很好 没有人想过 是用那个位置去做 是用那条车去做 这件事是没有想过 真的没有想过 所以整个《过山车》 整个《过山车》的感觉 其实我也很想想 是不是随着《过山车》 一直想想 这部电影是《过山车》 都是瞄着《过山车》 我感觉上 是很瞄准的 整件事 大家对这套《过山车》 整体上有什么特别评价呢? 有一个谜 谜谜谜谜谜 谜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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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可以趕你走的感觉 传统来的 但我不需要这些低B的东西 我们是并练高B的 最深刻是前面的画 有一堆谜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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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又不是 只有一两天走 走完整场都在这里 然后掌声 很多人拍掌 这件事我少见一点 如果在香港整体就是看电影来说 拍掌这件事我通常看日本动画电影 第一场散场的时候会拍掌 第一场 然后就 2、3、4、5就没有了 一般都是电影节 电影节散场之后会拍掌 我去到30号 即是那天30号 31号那些时间 你想想 通常都四五六拆的 那些就进去 那些就是真粉 不过我又不要说 当天我去看4DX 不是只有年轻子和年轻女 我觉得男女比例都是7比3 大概 但是有很多是年长的人进去看 我这件事我是较少见 其中以为 都可能较为一些 譬如二、三十岁 或者十多岁 那一辈的人 看到 哎呦不是 我看到有些白发公公婆婆 进去看 就是唯一感受我4DX的气氛 这个很夸张 真的有 她是麻子的婆婆 很奇怪 她是不是战车粉 如果你问我 如果是一些中年一点的年纪 进去看好众 就觉得比较正常 因为她可以 因为看战车 所以有兴趣的 所以我也觉得是正常的 但估不到有这么大的老人家去看 是啊 因为我真的说不到 可能战车飞有便宜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两个妻子 四人零上一次 我有见过一次 二刹君看到 Velasco 还有人有一次 但是不过就是 我看见那几位公公婆婆 我相信4DS和动画的心思是一个很大的功劳 如果连公公婆婆婆看下去都这样 我觉得不错 始终对于电影版来说 始终都一定要照顾一些没看过TV版的观众 所以其实他在写故事里面 他都铺牌了一些东西 是渗透一些TV版的 让一些没看过TV版的人都知道 他最厉害的地方是助于 新角色自然而入到以为我看流的东西 其实TV版的长版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有新角色 好像很自然大家已经认识他 这个好像没见过 是不是有记住我看流的东西 我拆得太少了 俄罗斯多了都会说俄罗斯文 我认为新角色只有长版 那是新角色 我经常记住 为什么有个芬兰坛 是什么 继续是什么 就是很自然地认识他 是不是对面的呢 又不是 是什么 我想着想着 不是只有两个人 但是他又融合到 你是真是不信 我想问一件事 就是问一下 《坦克入河》 或者《入河》 这些东西是不是这么常见的 因为我经常看到TV版 也好 动画版也好 又是常常用的 有时常会用的 基本上是不常见的 因为你进去水里面 你的引擎后面的盖子 其实是有缴隙的 如果进水的话 其实引擎会很麻烦的 是吗 我经常进入了 是啊 所以我不知为什么 所以TV版的 那个第一童心协力拉线的 其实是一个完全是为了移血的 是啊 回想起来 你现实中落万帝登陆的时候 你特意开发一个 有通风口的坦克 去尝试去做这种水底过的工作 但其实最后发觉 这种东西是没用的 但去到那一幕 去到4D其实很棒 因为会噴到他的臉 是啊 噴到我整个眼镜都 是啊 而且下雨下了差不多几分钟 有啊 是啊 所以我去到昨天 我穿着一件蜂褂褂褂去看 我已经凹了蜂褂褂 凹了 下雨了 下雨了 第一次看 下雨了 下雨了 真的是濕的 是濕的 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 那些水是什么 水 应该是水 应该是水 没人 我相信我生了水 但是 当然 说进水的人 有一个怀疑 你说整场的气氛 我觉得 没有什么人 完全套租话 不好看 看上去 这么多的影评 相来说 正面很多 我觉得 如果你本身 不喜欢 那套 我一向都不喜欢 例如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 有什么地方 他不OK的地方 如果很理性地看 为什么那些人的 铺层会那么少 故事好像跳通 但问题上 我知道 看了一两三集 那些图片就是一个战车版的P-On 其实练习是不重要的 其实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重要的 打得爽就行了 那些女生的可爱 就行了 那你由电视版 一直看到12集 那都OK的了 看剧场版本就是这样 始终因为你是《一气可成》 那样看的 你不会像电视断断断断 又播放OPN 电视最差的就是断断中集片 你总之就是 你断断了看 你续一次在《九个一气可成》 再加上《四季》 又噴水又下雨 加上煙霧等等 等等的情况 主要是你隔一边飞来飞去 真的很爽 是的 真的很爽 所以很爽 就是我很喜欢 《四季》 突然有风吹在旁边 还有炮在旁边经过 非常现实 其实有点像 别人踢球的时候 足球在旁边飞来飞去 那种感觉 会被打中 对 就是那种感觉 再加上一些 一身的体 真的好像坐在战车上面 因为有个影幕 刚刚在战车的顶上 那种感觉 真的有感觉 是像自小的车里面 是的 所以你不要说 为什么这么成功 其实日本那边 现在好像有几十家 还在继续做《四季》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能有没有机会飞去日本 大家如果是 再重温一次 不过 香港也还有 如果大家 我们应该录完节目 可能出街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 大家要想一想 那大家有什么 对于这部电影 叫你快点出街 你不快出街 这部电影 都不让人去看 是啊 大声 我现在给你压力了 哈哈 一个字 正 没有 隔了 继续看下去 不要停 再买BORAY 大家这些很简洁 没有什么要说 如果唯一要说的 就是 如果从一个比较作者的想法 就是 监督水倒露 就是拍军无事 迷迦那些可以不用拍 迷迦那些 他拍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例如斯洛伯克那些 我也觉得是Lost Dog 军无事实在看得很开心 我感觉到他 拍他应该看得很开心 你再说迷迦 就这样 今个星期期情中毒 讲了什么 不知道的 有些癫婆那些 而且 讲多一点的一件事 都是他那些编剧 有两位人兴 两位小姐 一样夹开的 一个是还手未截止 一个是吉田凌子 这个是吉田凌子 两个女的编剧都出名 他跟水倒露搞得好的地方 就是 水倒露的动画 永远都是一件事 通常是剧部特效的 大家的角色 对角色的机关枪 又是这样说的 所以今集 我仍然很好看 就是 即使你认识不深 那些对话都会逗到你笑 但气氛的转换 也对得很好 明明两位在 自己讲俄罗斯文 扔掉了金元手指 你讲日文行不行 但是真的会讲日文 他一幕 你先走 我电后的音乐 挺有feel的 不过第二件事 我挺感动 反而是大西学院 那三个学生 封几会 那堆人 即那三个 好像三包胎 那三包胎 那位 感觉上 他那个黑话 是很浓 他的落差 是很浓 没有一些气氛 电视频太少了 你感觉就是 常常捉麻子 没有其他东西 他为了争取 不要废效那段 他回来 就会哭了 那一段 我都觉得很感动 因为整间我哭 大家看着你 废效 那一段 真的很感动 最感动的是 Mihal在出赛之前 去视察场地 那一晚 我觉得那位 真的很感动 一个高潮 一个高潮 看着清风 对 在后面 我会长过来问他 看到他这么大压力 他也尝试 开导了他 他仍然坚持 要打到最后 一分 不特意 这个固然感动 就是他的朋友 安康队那群 那群朋友 全部都出来找他 这一刻 我觉得 这些战车女少女 除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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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来 升聖上式 大家一起来 赶紧 那一刻 就感动 昨天就是敌人 今天就是战友 通常这些 看下来 你会觉得很老土 有些情况 你会觉得 他不老土 你知道老土 这些事情 再被弄到 就算是可惜了 然后就起鸡皮 这些事情 他做得这些事情 而且他的对话是简单的 我觉得是简短简单的 所以现在做起来 我觉得 真的 很少的 真的 很少可以做到这样的 日本的动画电影 还有就是 他的对白 就是 他会有很多 就是大家在这边 我说一句 你说一句 大家可能是有笑 或者有互动 但是他就会突然很静 就很严慎打一场 就是例如 最后一战 最记得就是 那一幕就是 就是在一幕设计一个镜头之后 大家没有说任何东西 还有一个 没有音乐的 那一段 那一段 那个气氛是挺凌重的 到最后就整段 没有对白的 火山后那段 真的完全没有对白 但其实 一直看 觉得很紧张 反而有对白 你反而会disturb 令到你觉得 不转心 那个紧张 会舒缓 你的思考 究竟他还有什么 花样玩 还可以怎么打 两个合作去打 大学队 大学队的火力 是很明显的 比他们更厉害的 尤其是 他一进去 火山洞 那里面 你就想 糟了 人家一定会攻击你的出口 那他可以怎么解围呢 这一刻你就会很专心 去为他想 但是你会 看到他 如果他说话 你又会分神 所以做得好的地方 是那个气氛的转换 还有配乐 没错 没错 他应静 正应动就动 所以我觉得 等一那一刻 就很紧张 一发炮那一刻 就真的很明显 出来的感觉 容彩呢 有没有什么 觉得这套东西 有没有什么要想想 又续集这件事 希望水到都没有被人找到鑑仓 他拍完和迷家之后 可能就可以搞了 其实都可以搞 拍了什么大学篇 职业选手篇 那些 那就不是少女了 那就不是少女了 不要紧 我们经常都说 这一套东西就是两个东西 就是少女和人妻 即是先叫腰掌到迷家 人妻要碰车 是的 那都可以的 不过我觉得 蘇多佬会添食的机会都大 因为这套 其实都在日本 都吃 迫安堂买这个小元丹 电视版卖得很厉害 因为其实是一套低成本 没低成本 应该说 没有人看得好的 那家动画公司 那家动画公司是不懂的 应该用来摄档期的 摄档期 水倒露第一次拍原创的东西 其实是这套 才告诉你 其实他是担当到一套原创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有市场的 起了军暴风潮 其实是他 他捉到不同类型 观众的心态 所以如果你论赞资的角度 是有机会可以拍到续站 因为我很奇怪 为什么会逼到Love Life 有些人说是国民童话 有些人可能这么说 或者是国民偶像 你说 看上去 我可以想 《少女与子车》 又不是去到这个级数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会在4DX的加持之下 我在想 如果当时 《少女与子车》有4DX的又怎样呢 会不会很差很远 但在《少女与子车》 在《少女与子车》也不用4DX 现在跳舞而已 其实《少女与子车》是3DX 4DX是没有的 但《少女与子车》是跳舞 而且你正正说 我可以放浮浮浮 光的要放浮浮 光的要放浮 在《少女与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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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两个赞法 就是跑出了一套最喜欢的东西 所以他努力 放了很多努力 但他出来 能够问到《Love Life》 我觉得 绝对值得加上 是他值得的 他值得的 没错 其实最初 真的没有想过 在日本的电影版 可以加长加长 加到这么久 你完全没有想过 连那些《少女与子车》 在日本都说 要再去看 又要去看版本 你没有想过 会刷到这样 再加上 现在《奇长版》 再去看版本 再去看版本 当然有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是十一月到现在 是一五年十一月 你想想 现在是六月 半年 七个月 你想想 风潮 你没有想到 如果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Love Life》 有没有报到这么多个月 他的《奇长版》 一定没有半年那么久 七个月 没有 我只是说 《奇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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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奇长版》 《奇长版》 其实你的坦克和感觉就立刻给到别人 所以为什么别人是再回来 这个情况就是他和他夹得的4天非常好 这是很大的原因 我也想说有时候4天时没有出现时间和没有出现时间 一秒半秒已经认得出他就真的做得刚好 时间已经配得很漂亮 所以我才觉得为什么真的抵责 就算他说以后他翻译、添试 可能有以后的战争 我觉得他一样会赚到 如果他有这样的心去创作 这种2D和4D是两样不同的感觉 看2D等于用上桌子去买你自己看 不同的,你可以分神 但是你使用4D就感觉是自身在现场一样的感觉 你是完全无法模拟得到的 所以你觉得差很远 大家有没有兴趣传诺教吗? 快点出这个节目 快点出 那我出了 星期六加强 星期六有人 好像飽饱的 我们又要推给监制了 当然了,香港、台湾、日本都出了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外地 比如美国、美加的地方都会再出 这些人就真的不知道了 这些日本vlog说是有些外国的粉丝 在日本订阅Buray 被海湾扣冠 然后每天在Twitter打 发过关门是过关门 我会觉得这套东西 会再多一段时间的机会都不是低的 当然他不会说好像每天都能播出 我觉得他会偶然播出 这些东西是很悲强的 如果真的要拍第二季 再多拍到剧场版 你给一些时间 可以想一些新角色 战车有很多 慢慢就继续 想一些新角色就可以了 都是那句 你在家看不到4DX 都是那句 不如迷加快点停去吧 哈哈哈 嘉宾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一下呢? 快点看 这套真的很值得看 真的重拾 讲到我们的菲林 菲林事件 上次是以外派 很糟糕 没错 最惨的就是听起朋友说 就是第二日派就派结尾的菲林 然后有些人就有些直阳 字幕 字幕 那要先讲讲试源 就是因为在4DX前几场有菲林派 但是谁知道官方那边 有没有洗脑那些菲林 甚至至继续派 所以第一天看的就是片头 第二场就是片中 第三场就是片尾 所以到第三场看的那一班 大家就拿了一堆字幕走 那当然我还想说一句 这次我想补充一件事 就是他的官方的poster 原来大家都知道 原来其实官方的poster 是出过几份的 不是就像现在那样的 少女御战车 Girls and Panzer 下面有一句德文 那我们看到很热闹的 其实第一 如果我记得 如果在日本那边的第一代 或者第二代 正经之间那种感觉是很荒凉 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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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战场走出来 在战车走出来 很荒凉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其实有点像以前 美国 566670年代 荷里活那种感觉 反而是一种很简朴的感觉 那当然他当然换了 要是看不到 你就知道 看到五个人一个黑影 其实你看不到什么 所以他的poster 为何弄得这么热闹 也是他弄出的原因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很多谢各位嘉宾 可以来我们动漫无伤的职业留言 就这样 拜拜